其实我自己本身不太涉入国内政治 但是我觉得郭台铭现象 其实是很必要谈 而且应该要谈 先回到小菊 你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 如果当年福茂没有被挡下来的话 我这里很露骨地讲 福茂是什么东西 福茂就是中共间谍的特别通道 我再讲一次可以吗 中共间谍的特别通道 很重要讲三遍 讲三遍 中共间谍的 我们出机场的时候 不是有个特别通道吗 通关嘛 特别通关之道 为什么呢 如果就投资移民来说的话 第一个 它一定大量的进来之后 比如说讲华为 一进来之后 我们所有什么电信三雄二雄使用 全部打拍在地上 所以这个小型的投资移民进来之后 我们的理容啊 美法啊美脚啊等等的 全部都被打拍在地上 所以这个小型投资移民本身 一定会 大面积的摧毁我们的 中小型的一些服务性的产业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低成本的怎么样 间谍的一个大北营了 台湾会成为一个间谍的大北营 而且很年价 几万块钱就可以进来了嘛 所以还好当年服务呢 被这些年轻的太阳花运动给挡下来 否则的话 今天台湾其实不叫做美丽岛 叫做怎么样 叫做间谍岛 至于说你刚刚提到 我想讲的那个郭台铭现象 我也不认识他了 郭台铭现象 我认为你先前所提到就是说 开放华为进来这件事情 如果跟他现在提出的 那叫什么 金门和平倡议的话 你不觉得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吗 那么 为什么一直倡导和平 台湾长期的不是和平中备战吗 他就是呼应嘛 呼应什么 呼应嘛 呼应对习近平 对台湾的伟大的民族复兴嘛 好不好 我也不能讲太直接 套一句您常说的话 他应该要倡议 在台湾去中国每个地方 去江苏 上海 北京 胜利一个台湾的民主示范区 不是吗 对 就是我先前讲的嘛 我听起来很奇怪 你这个试验区要实验什么 实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吗 要实验这个一党独裁吗 要实验他们的种族灭绝吗 要实验他们的国家安全法吗 为什么是今天你实验我呀 为什么我台湾不能够实验你大陆 你说金门和平这个示范区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要求中共说 厦门好不好 或者是哪里 深圳 还有台湾最多的那个叫什么地方 昆山 厦门 你们割几块给我 我们来实行什么 台湾的民主示范区 这个才叫对等啊 没有理由说你来示范我 然后我来示范你 所以因此我觉得 这个这种现象 和平这个倡议论的这种现象 我觉得今天是台湾 一个最严重的一个 一个毒素 最严重的毒素 它的那种腐蚀性 还有对于我们的这一种 认识中共本质 还有我们这个保卫台湾自己的安全 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怎么样 腐蚀剂 像盐酸一样 像硫酸一样那种腐蚀剂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是 今天我们这个 我们的候选人到底有没有这种 所谓的总统素养 有没有一种领导者的高度 你看这个和平倡议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以我对中共的研究 它这个和平倡议跟这个 今年六月的时候 王沪宁在海峡论坛里面 所讲的所谓的两岸融合发展试验区 所讲出的那个措辞和语调 通气 通桥 通电 通水 四个通 完完全全是一样的 你看了侯友宜在金门讲 他就要通桥 要通电 明明台电跟他讲说 金门不缺电 金门也不缺水 为什么我们可以盖水库等等的 他还是认为说一定要到位 金门的这个 什么通桥 通电 全部要通了之后 那么两岸之间才有和平 为什么金门这里通 那里通完之后 两岸才会有和平 我不晓得这个逻辑 是怎么建构出来的 所以和平倡议这种东西 民主示范这些东西 什么从金门开始等等呢 为什么是金门呢 这个东西都是服侍 台湾目前抵抗中共的一个 最强的一种 我们叫做什么 盐酸或者硫酸 是一种腐化剂 是 来 云老师还是兼职不谈郭先生吗 可以谈一点 可以谈一点 来来来来 我们买思不得提起 为什么 他到底为什么参选 参选就是为了求胜选 他参选不是为了胜选 是为了整合 不是为了要胜选 在二十多年前 我还在中国的时候 我就写文章批评过 郭台铭先生 当然他那个时候 我只是把他看作一个 在中国做生意的台湾商人 当时很多中国媒体报道 这个护士康这工厂 一年十三跳 十三个这些劳工 因为在那种 不堪那种压力 这个跳楼自杀 所以我写一篇文章来评论 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 观察到所谓的中国模式 跟国财民发财模式 实际上是同构的 因为国财民能发财 只能到中国去发财 他在台湾 在美国 在印度 其他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发这样大的财 我最近在台湾看到一本 国财民的书 什么郭爸爸 什么教你成功经验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有钱就可以 当别人的爸爸了 然后他的成功经验 他难道能够交给所有人吗 我觉得 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模式 就是中国的 过去三十年 暴富的 这个所谓的中国崛起 但是他这种经济模式 是不可持续发展的 所以我觉得2008年 是一个转折点 2008年是中国 这个中国模式的高光时刻 我把它开发为有三点 就是所谓的这种中国经济模式 第一点是叫 低人权优势 所谓的低人权优势 就是中国有几亿的农民工 这个现代农历劳工 所以就像郭台铭的 富士康在工厂里面 这个几百万人 这个河南 这个四川的这些农民工 到来打工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14个小时 这个军事化管理 上厕所都需要这个请假 然后再规定 这个规定到秒钟 然后他们也 整个的生活 全部在这个园区里面 然后就个人之间 就是完全这个原子化 第二点就是对于 这个环境的这个毁灭 不可逆转的毁灭 所以中国它这些工厂 都没有这个环保的 这标准环保的这些法律 都是被这个玄制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 今天中国的空气 土壤 到了可以说是全世界 最可怕的这个地方 第三点可以说 对这个能源的高消耗 可以说是这个急着 与已经中国自己的能源 已经全部这个耗光 所以现在中国变成 全球最大的能源的进口国 这也是中共跟俄罗斯 要这么好的这个关系 它要从俄罗斯进口 这个石油和天然气 所以这也是 就是郭台铭能够发财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他要来选 要来参选 从一个商人 变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商人当然是 我觉得他是以这个利益诉求 为第一 他不会做这个亏本的买卖 他当然知道 他自己这个不可能 这个选上 现在他的民调只有十 所以他是这个四个中最后一个 但是我想他应该是想在 以他参选 向中共显示 他在台湾是很有分量的一个人物 甚至能对台湾的政局 起到某种影响力的 这个关键少数 然后以这种地位 向中共来索取 未来他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比如说他的某一些工厂 某些资本要从中国撤的话 中共放他撤 然后在某些地方要加强投资 然后给他土地 给他很好的税收 这些优待 我个人的分析 从他的商人性格 就是他要在中国获取利益 OK 好 这个亏起的生意 这个生意人不太会去做 那所以吴老师 你从总体经济来看 你觉得呢 就简单一句话 现在外资能逃都逃了 郭台铭一定也想逃 可他逃得了吗 你不要告诉我 因为他的记者会说 我在中国没有一分一毫的资产 怎么可能呢 你本身持有 红海的10%的股权 红海本身是8成4 控股到富士康84% 所以你怎么会说 你在中国没有一分一毫的财产 好了 你讲房地产 可是那些工厂 全部的房地产坐落在 都是富士康 这里头当然是逻辑不通的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考量之下的 参选的背后 真的方便 他在中国庞大的资产 可以撤资吗 是这样子吗 那大前提 你就不需要听话 来 老师你的解读是什么 他为什么参选 我同意刚才余老师所讲的 就是郭台铭的参选 是假的 是玩假的 就是他主要是要撤资 从中国大陆能够撤出来 因为如果郭台铭真的要选总统 从他上一次 2019年那一次没选上 以后他应该开始 培养他的执政团队 培养他的私人智库 网络各种人才 开始对公共政策提出一些看法 而不是总统选举开始了 他才跳进来说我要参选 你看得出来吗 他2019年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也是向中共表现 他有影响台湾政局的能力 然后中共也觉得说 与其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对不对 所以当时在19年的9月初 郭台铭卖掉 他在广东的一个面板厂的股份 大概拿回80多亿美金 大概几天后 郭台铭宣布退选 退选的结果就是 要把票集中给韩国瑜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 郭台铭的确 然后他在台湾政坛上的一些 可能的影响力 可能的作用 回过头来卖给谁 这个价值是卖给中共 说你如果要在台湾内部有人 你如果要在台湾内部能够找到 配合你的 对不对 郭台铭说不定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你说搅局也可以 你说他是代理人也可以 总而言之 中共在中共看来 这个钱可能值得付 如果他能当选的话 这个钱肯定值得付 万一他没有当选的话 中共还在看一个东西 就是灰绿阵营或者蓝营这边好了 它的基本盘有没有守住 如果基本盘有守住 中共可以像上一次一样 把它解释为 支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潜在力量 他还可以继续对内交差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中共倒是愿意在郭台铭身上投资 而且中共现在也还没有把握 还必须培养 将来如果真的统一台湾的话 像郭台铭这种人一定是拿掉了 就是说中共的恩将仇报 忘恩负义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你要放心 他现在利用你 将来一定把你拿掉 因为他不希望你去 那个恃宠而交 跟他邀功 所以现在有功劳的将来都会被中共清算掉 现在郭台铭主要的是 那个 他年纪这个年纪玩这个游戏也恰恰好了 因为经营事业也够了 他这个事业搞那么大也差不多了 换跑道来玩一下政治 没有坏处 而且他还可以借这个场合 把他在大陆的一些资产 直接或间接的转移出来 老百姓会看不透吗 来这个将军你没有角度可以补充 你觉得如果这是这样子玩政治 一般老百姓会看不透吗 因为最终还是要回到国家利益 将军一直强调这个部分 是不是 如果在动荡中的中国形势里头 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候选人很简单啦 你的最主要的竞选应该告诉老百姓 我怎么保卫这个国家 我怎么保护我身边的子民 就这么简单 问题这些话 难道透过这些候选人会说不出口吗 将军 你觉得会说不出口吗 其实政治语言它可以容许 我们有很多过度的想象 但是只要触及国家安全 触及台湾安全 我想每个人都要回归到基本面 很务实来看待 因为台湾是我们的根啊 我们就只剩下台湾而已 别的地方没得去嘛 那小军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从1996年开始 总统直选对 我都还没机会投过票 因为我好几次那时候人在国外 那还有就是我在部队我们要战备 那虽然说我们是区分两梯次投票 就是说军方还是希望每个官兵 都可以去行使公民权嘛 但是因为我们驻地离家太远 所以等到我们回来交接了 大概投开票所都已经关闭 所以我的看法是第一个 因为目前都还没有登记参选嘛 是 所以现在可能我们持续观察 你认为他应该不会选到底的意思 我们持续观察 第二个就是 我要特别给您报告 我会非常珍惜我这一次 第一次行使总统的投票权 所以从1996年到现在 所以你今年才20岁就是了 感谢您感谢您 所以我们一定会很珍惜这一票 我也相信我这一票 能够真正来反映到我们主流民意 而且能够对我们台湾的未来 国家安全能够有直接的决定性 跟影响力 是 宋老师也要补充吗 有 我简短的补充 我认为一个候选人一定要有 国家利益和国家认同的观念 他要有领导者的格局 我把它称之为总统素养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难道民众看不清楚吗 我想10%以上的民调 就已经证明民众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最后要讲就是说 他不是要来参选 他不是要来参选 他是要来选给中共看的 就是说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个政治商人 不是一般的商人 所以我简单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说 他是以在地协力者的一种总司令的角色 或者是未来总司令的角色 把台湾的大选当作是 继续维持和巩固中国利益的一种工具而已 所以他名字落选 其实胜选和败选对他来讲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我出来选 然后我选给对岸看 我在这里可以有一番的一个作为 或者是有一番的一个影响力 那么证明我的存在感 这是他我觉得是最终极的一个目的 是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 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 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 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精力 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调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 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 同时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 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结 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 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 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 包括了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 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 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 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 与全球民主联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 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